日本战国武将伊达正宗复刻在线 率领武士群登台表演率度破表 手拿扇子就像挥舞翅膀 脚步动作轻快像小鸟般跳跃 先台传统舞蹈麻雀舞为2023台日交流峰会揭开序幕 今年选在日本工程县举行 吸引300多名台日议员参加 为的就是要感谢311大地震台湾人 对日本东北的帮助 日本的南三陆丁医院在311海啸当中受到严重冲击 那么在台湾人的捐款之下重建了这座医院 因此在医院前面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石碑 就是要来表达对台湾人的感谢 对当地人来说大型医院是社区重建的 居民回流的关键 另外地震当时台湾第一时间捐赠的发电机到现在也还能使用 台湾人除了在311伸出援手 工程县外国游客中台湾人最多占了半数也带来庞大观光商机 像是正值枫叶级的松岛海岸 火红枫叶配上黄橙橙银杏充满浓浓秋天气息 另外仙台市区也有不少拍照打卡景点 青叶城是由日本知名武将伊达正宗所建成的 那么从这里还可以俯瞰整个仙台市井是当地知名的景点之一 一边看美景一边认识仙台历史 玩累了当然不能错过文明全日本的仙台牛蛇还有牡蛎 正在后12年过去当地人依旧不忘感恩 再加上美食美景的魅力也难怪工程限受台湾游客喜爱 欢迎新闻十七号日本工程采访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与政治经济 军事科技 无所不争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